高雄捷運的美麗島站成立了一個人權學堂 裡面除了展示人權相關史料之外 以後也會定期舉辦人權活動 螢幕上播放著歷史上的人權事件 一旁的學習區 不管是人權書籍還是網路資訊 一應俱全 在高雄捷運的美麗島站內 現在有了全新的人權學習空間 有這個人權影片賞息 就是說它不僅有靜態的一些人權的課程 沙龍包括我們的人權創作 就是我們鼓勵年輕人 他可以把他的人權的作品 可以拿來這裡做一個創作 官學合作在美麗島站設置人權學堂 除了因為30年前 這裡發生過對台灣民主和人權發展 極具影響力的美麗島事件 有紀念意義 也希望透過捷運站的人潮增加曝光率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知道 人權是一個非常寶貴 人權今天得到 也不保證你明天一定還擁有 這項創舉連國際特赦組織都予以肯定 不過台灣對人權的維護 特赦組織認為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從廢除死刑到風災重建 國際組織對台灣人權的關注全面且深入 也希望人權學堂在高雄埋下的種子 能夠讓更多民眾認識人權 進而有更多人加入國際人權的捍衛行列 記者王一宋夢多全高雄報導 準備架 打敗